陰陽食譜 食出生死 陰陽多 第八章 鬧鬼 上次說到陰老爺子突然說走就走,離奇地死了 在白玉區的後事第二天之後,我就回到店鋪照常開店 我們這間飯店的規模雖然不算特別大,但怎說都有30張桌子 後廚中的人手不算特別多,但打河、水桌,照顧紅白兩岸的徐司和伙計仍然有 所以陰老爺子雖然不在,大火兒還可以將就一會 那我就可以鬆動一點,慢慢找個大廚回來接替陰老爺子的位置 所以我就想,根本不用特意跑到這麼遠去老南 請一個我根本不懂的徐司回來做主廚 更不用對他說那些陰老爺子寫在遺囑裡的亂七八糟的鬼說話 但是我錯了,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也低估了陰甲的死對我的飯店的影響 從陰老爺子去世後的第二天開始 我這個本來應該是整間飯店裡最空閒的人 就一直在忙忙碌碌,忙到焦頭爛額 差不多到了吃中飯的時間 在我店裡幫忙的堂弟弟張阿四 突然急急忙忙地來到我的辦公室 喘大氣地跟我說 前桌上有幾個客人在鬧事 叫我趕快過去看看到底如何解決 在這麼敏感的時期出這麼嚴重的問題? 我當然不敢怠慢了 趕快從還未坐熱的椅子上站起來 陪著笑地去解決顧客糾紛 但一旦去到前桌 我就被我自己眼前的景象弄得懵惰了 看著那群食客,我突然火冒三丈 轉身拉著通風報信的張阿四 很生氣地質問他 你不是說只有幾個客人在鬧事嗎? 為何現在所有客人都在鬧事? 就像我看到一樣 這個時候,我家飯店裡的桌椅座完全沒有人坐 但前桌送菜口就擠滿顧客 十幾個新老主顧看到我 認出我是老闆,又集體包圍我 有幾個還空神惡殺地質問我 喂!我說老闆! 你的飯是甚麼回事? 我們要退錢!吃壞了我的肚子 你還要負責! 那群食客輪回質問,令我有些應接不到 但畢竟我是店裡的老闆 我知道食客在鬧事 隨時在荒亂,我也絕對不可以荒 要想辦法搞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 要把事情的影響降到最低,保住陰老爺子 留給我的金字招牌 於是,我便陪著笑臉 這條魚,你自己嘗試吃不吃得到? 看著那盆紅綠箱間賣上很好的水煮魚 我心裡突然冒了一陣寒氣 我的飯店叫做霍記煮魚 主打的菜式當然就是魚菜 只要魚菜做得好 我這個金字招牌便能保住 但現在魚出了問題 真是打在我七寸的要害之上 我先轉身狠狠地燈了張雅四一眼 因為就是他,昨晚還指天花勢 說可以處理好一切 叫我不用擔心菜的質量 這次糟糕了,看我待會如何收拾他 之後我就轉身,親自嘗試了一口 令食客都暴跳魚雷的水煮魚 魚肉入口即化 香辣的味道混合著很濃郁的腥味 刺激著我的味淚 但問題便出在那一股 不知道在哪裡來的血腥味上 即時我忍不住 馬上把所有魚肉從嘴裡套出來 那一股很怪異的腥味 絕對不是一個正常人可以忍受到 起初還察覺不到 後來整個嘴裡都是那股怪味 就連之前感受到那股麻辣 都被那一層很厚重的血腥味蓋著了 這種味道絕對不是魚的 根據我的經驗 這種腥味更接近發酵的牛肉 又或是臭水溝中的黑水味 只要是個人也絕對接受不到 但查到問題的我就不太甘心了 一條魚有問題而已 其他魚也有問題? 於是我就想再試試 對著生氣的顧客再陪著笑臉 趕快走過旁邊 放著炭火烤魚的桌上 又試了一口烤魚 一模一樣的腥臭味 比剛才那股味還要濃 更加凶狠的是 這股味不僅刺激我的神經 居然還令我一陣精神彷彿 有一種摸在下水道裡 吃著那些腐爛內臟的畫面 馬上在我頭腦之中一閃而過 之後我不顧一切地把魚肉吐出來 方不宅露地去灌了幾口水 壓一壓那股味才抬起手 對所有生氣爆爆 瞪大眼看著我的食客說 是我的錯,是我的錯 各位大哥不要生氣 不想吃的我就照單全退 想吃的我就照樣重做 我良好的認錯態度 令所有食客怨氣都消減了不少 大家雖然還在抱怨 但始終還是接受了我的安排 絕大部分食客都拿錢走人 即是剩下三圍桌 實在懶得換地方的顧客還在捧場 但也絕對不再吃我們拿手的魚菜 處理完這幫危機之後 我趕快叫張亞四過來 才劈頭劈腦地罵了他一頓 又叫他趕快和我去查 看看什麼環節出了問題 魚那麼重要的東西 為什麼就可以做壞了呢? 張亞四滿頭大汗地跑開之後 我都馬上離開前台這個是非之地 一路去廁所搓搓臉 一路繼續想這件離奇古怪的事 要知道我這間貨記煮魚 本身是以魚菜做招牌的 所有的魚都是新鮮魚 為了保鮮 魚買回來之後 就養殖在大廳和後廚的兩個玻璃魚缸裡 而且用正治料餵養有氧氣公主 就好像侍奉老祖宗一樣 就等客人吃的時候再來選擇 就是怕烏有魚不新鮮出怪味的事 所以我就想不通了 為什麼陰老祖宗剛才死了一天 那群隨便搞個這樣的大龍鳳給我享受呢? 是麻痺大衣? 還是我的魚被福島核電閘污染了? 不是吧? 我在這裡胡思亂想 心神都散光了 就連自己怎樣走進廁所 又怎樣打開水龍頭 都不記得一乾二淨 不斷洗洗臉後 我就走出來 剛好遇到一位要來小解的顧客 那個顧客 還算是一個挺漂亮的姑娘 人家是為數不多 還在繼續支持我的食客 見到這麼鐵乾的上帝 我當然心情大好了 馬上跟別人陪著笑臉 將廁所讓出來 讓這位上帝享用 本來以為我這個動作 會令到這位 剛剛經受心理打擊的顧客 會有些好感嗎? 誰知道 令到我完全沒有想到的是 這個姑娘從見到我那一刻開始 雙眼就越睹越大 在我完全打開廁所門之後 他更加伸了手指頭出來 時不時指下我 時不時又指下我身後面的廁所 臉色越來越白 一聲尖叫之後 這個女生終於爆發了 她拼命跑 就好像要躲避掃把聲一樣 避開了我的視線 在後來 這個女生用很急速的聲音 揭絲底里地在飯店大廳裡 不斷叫 有鬼呀!這間飯店有鬼呀! 伴隨著女顧客的驚恐? 人本來就不多的飯店裡 馬上就吵冤吧! 搞不清楚狀況的我 回頭看一看 廁所沒什麼特別 又快跑出去安慰顧客的情緒 但沒想到我一出現 那些顧客跑得更快 我出去的時候 那位在廁所被刺激到的年輕女 已經在家人的陪同之下走了 剩下兩位 搞不清楚狀況的顧客 一看到我 馬上對藝術抹大了 趕快撿東西走人 別說他們 對呀! 就連我前台的出立員 一看到我都很驚青 呆了半天 只是伸手指著我的頭說 你…老闆!你…你的臉呀! 臉?我自然自如地說 把手摸下自己的臉 之後又看看自己的無助手 有一種帶著少許黏綢 好像血那樣鮮紅的液體 黏在我的手上 來到現在 我才徹底從剛才的突發狀況之中回過神理 突然發現自己不僅是臉 就連雙手、衣服和膚 都截著那種鮮紅色的液體 看著整手的鮮血 我突然明白 之前洗手的時候 知道水花的地方 其實全部都是這種 像鮮血那樣的執液 這些紅色的液體令我驚青 我不顧一切地跑回廁所 拎開水龍頭 就發現裡面流出來的都是普通的清水 我抬起頭轉身再看一看四周 都實在看不見廁所裡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但就算這樣 這種種種的變異都令我有點神經敏感 令我感覺到那間小小的公共廁所裡 似乎有一道很冰冷的眼神在看著我 令我全身起了雞皮 就在我一籌莫展的時候 我的堂弟弟張阿四急忙忙地跑過來 他很焦急地跟我說 大哥 食客都走了 前桌都藍住 你還不過去看看 我抬起頭 被迫停止了繼續尋找的過程 垂頭喪氣地 拼命搞掉自己身上的血污 就準備走進大廳了 但就在我轉身 準備即將離開廁所的時候 在廁所某一個固定的方向上 突然傳來 這樣的聲音 聲音不大 但我剛好就聽得到 那種動靜我從來都沒有聽過 仔細想想 好像是某種動物用隻爪去抓玻璃的聲音 突然聽到的聲響令我停下腳步 我抬起頭看著剛才發出響動的地方 發現那些響聲是來源於 我廁所門旁邊的一塊鏡 我知道這個時候自己面上 可能還有少許紅色液體 一定很多人會害怕 否則也不可能嚇走顧客 現在去看鏡的話 估計自己也會嚇死 但就算怎樣也好 我還是忍不住去看看 畢竟我想搞清楚 那種奇怪的聲音是甚麼東西發出來的 也想搞清楚 剛才那位食客 在廁所裡究竟看到些甚麼 之後我就深呼吸了一下 鼓起勇氣,望望鏡 看之前 我算是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而且我每次提醒自己 如果真的看到一塊臉 是塗滿血的,千萬不要緊張 如果是看到什麼妖魔鬼怪 更加不可以慌張 因為我是老闆 我要把飯店的損失降到最低 我自己嚇到神經病不要緊 但不能讓兄弟沒有飯吃 想就是這樣想 但真的看到一塊鏡的時候 我還是黑傻了 因為完全沒有想到 鏡裡面的竟然是他 此時此刻 我洗手間裡的鏡 不知道給甚麼人 換成了陰五甲的黑白遺照 第九章 遺照 廁所裡的鏡 被人插上了陰五甲的大幅遺照 而遺照裡的陰五甲 都被人遭失得很慘 看上去 陰五甲的樣貌 早就沒有了沉密的慈眉視目 他對眼不知道被甚麼滑走了 下額的部分都撕掉了一大塊 下巴胸胸胸胸胸 就好像一個巨人的面上 留下一個很大的創口 除此之外 老爺子的七竅 都被紅色的圓珠筆去刺過 絕對是有甚麼深仇大恨的人 故意搞出來的 將我廁所裡的鏡 換成了陰老爺子的黑白遺照 無論是誰做的 都完全超出了開玩笑的範圍 而且在那幅遺照上的老爺子 都被人害得很慘 更不是身心正常的人 可以做得出來的 過了很久 我頭腦裡都是一陣懵懶懶的 心臟更是七上八下 好像被人打了很多拳 最後我把眼神落在陰老爺子那對 已經被人挖走的雙眼上 突然想起 昨天在靈堂裡見到的那對鬼眼 一瞬間 這兩天以來的事 快速地在我的腦裡閃電而過 從陰五甲突然之間的死 到他臨終之前莫名其妙的說話 從三個和尚方塞塞地走路 到今天我飯店裡 種種奇怪事情發生 一定是撞鬼了 以前開飯店 我最擔心的是環保局和物價局 但沒想到今次找我麻煩的 竟然是那些看不見 摸不到的陰邪之物 否則還有誰可以在這麼多魚裡做手腳 又可以在我轉身的瞬間 在鏡子裡插一張死人相片 最終我還是想起了 老爺子給我的過風遺囑 說我如果這間飯店真的開不下去 馬上去老林找一個叫趙海鵬的人 找到他了我就可以度過眼前的危機 沒想到和陰老爺子擔心的一樣 只是過了兩天時間 我這間飯店真的開不下去了 放不摘路之間 我馬上衝著我弟弟張阿四就說 阿四阿四 事情不妥 這間飯店我們不要開了 馬上關門 所有人放假 什麼 我堂弟弟張阿四不太相信 睜大眼睜著我 不是嗎?阿三哥 一日幾萬元生意 我知道 但再這樣開下去 我們只能夠壞了自己招牌 我在心裡 始終都記住陰老爺子的說話 招牌是最值錢的東西 錢沒了可以再賺 但沒了招牌 我們整間貨記主語就沒得了 聽完我說 我堂弟弟張阿四心領神會地握頭 之後他和我一起 和徐師和伙計開了個會 我說讓大家放兩天 暫時關門協業 利用這段時間大家休整一下 而我在當日的下午 帶著張阿四開車去南邊 去老南的趙家樓 找一五甲圍竹中提到的趙海鵬 開車南下的過程中 我的堂弟張阿四負責開車 期間我一直拿著一五甲圍竹 在想整件事的來龍虛脈 從老爺子過身到我家飯店罵鬼 全部東西都迷霧重重 最絕的是老爺子居然全部都遇見到 還指名道姓地說 叫我找一個趙海鵬的人來解決危機 說明這個人是有某些能力的 但是一下子就叫我請一個 從來都沒有接觸過的徐師來做主廚 我心裡真是沒底 況且徐師又不是道士和尚 他可以幫我解決飯店罵鬼的事 我覺得特別荒誕了 當然我人都出來了 也實在不可以再回去 趙海鵬的本事有多大 我也要見識過之後再作定奪 從老北到老南 開車開高速也差不多一個多小時 雖然沒有去過趙家樓 但是藉著GPS的便利 也很快順利找到了那個荒山之下 在山卡拉裡的小村落 不過那條村的街道有點複雜 我們進去之後轉了七八個彎 走得有點懶惰 一連問了幾個村民 才從一個拿著棉嘩嘩的老太太裡面 知道了趙海鵬家裡的住處 抱著找救命杜草的心情 我和張阿四帶著錢 馬上奔向趙家樓村的南面 一頭就撞入了趙家的深澤大院之中 在那裡我見到一線還算比較寬敞 但是略微有些破舊的軟落 軟落正中的七門很斑駁 洞門是虛染著的 我和我的堂弟張阿四 第一次登門拜訪 自然也不夠膽硬闖了 於是趕快走過去 不恭不敬地敲了一陣門 很快門裡面傳來一把不耐煩的女聲回應 瘋狗呀?見不到門開著嗎? 自己死進來吧!老娘沒有功夫接待你 女人的說話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 我們聽著那把粗聲粗氣的聲音 身上打了個冷震 突然感受到滿滿的惡意 但是畢竟我們是來求人的 這一點忍耐力還是有的 所以我和張阿四都沒有計較什麼 按照那個女人的說話 推門一步就走進去了 趙家的丸子很大 看來也是村裡算是有錢人的人家 我們走進去之後 首先見到在丸子正中 一個大隻得像一隻牛一樣的女人 坐在地上曬蘿蔔乾 那個女人見到我們兩個 繼續粗聲粗氣地說 來做什麼呀?是否又來收古董呀? 聽著這個女人說的話 我知道她誤解了我們的來意 於是立即擺擺手 對女主人說 我們不是收古董的土老鼠 我們是來找趙海鵬的 麻煩你請趙海鵬出來 女人聽完我的話之後 略微打量了我們一下 就向趙家後院裡大聲喊 趙海鵬!人找呀! 女人吼叫的聲音很高 震得我的耳膜有點發痛 隨著女人的吼叫 有一個年近三十 滿面很平靜的男人 慢慢從一間篇房裡走出來 那個男人生得一般般 有點黑,肌肉很發達 他穿著軍隊裡的迷彩服和迷彩背心 還戴著沒有揮裝的軍帽 好像是一個剛剛退伍的兵 男人看著我 又看著那個滿面橫育的女人 首先開口對女人很恭敬地說 哦!嫂子呀!他們我不認識的 女人揮一揮手很隨便地說 嘿!我不管你們認識不認識 反正是找你的 說完話之後 女人就繼續低頭在串她的蘿蔔乾 就是將我和張阿四 不斷冷落在院子裡 和那個叫趙海鵬的男人 你眼望我眼 有點尷尬 陰陽食譜 食出生死 陰陽多 在說什麼人 我不懂的 不懂你 感谢观看